他国共两党的地位很高,经不住诱惑,最后做了卖国汉先,我们知道中共一大的时候总共有13个代表这13个代表有人当恶劣士,有人是开国元虚,还有人经不住诱惑,最后成了卖国汉先 而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他就是陈公伯,陈公伯1892年10月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幻之家,从小他就熟读四书五经,还喜欢读史记后来又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可以说是一个大才子,与同时代人的人一样陈公伯一样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 1920年陈公伯回到了老家,并且联合同学创办了广东群报,这个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次年陈独秀与陈公伯,谭平山,谭职堂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广州支部 谭平山任书记谭职堂馆组织陈公伯负责宣传可以说陈公伯是中共的元老,在中共中有很大的地位 甚至作为代表参加了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但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他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和困惑准备出国留学 甚至在陈九明发动叛乱时公开写文章支持陈九明 而他这一举动,遭到了中共的批评,让他到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 但是陈公伯却写信给陈独秀指责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 甚至生命与中共中央决裂自动,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到国外留学去了1925年,留学归国的陈公伯 受到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凯的热烈欢迎 并极力劝说他从正后来陈公伯又加入了国民党 再次登上了政治舞台,甚至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 这样的高位置,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伯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著提高 而这一切与汪精卫脱不了关系,这也为他后来卖国当汉奸 满下了伏笔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他犹豫再三 最后还是选择了跟随汪精卫,并且在汪精卫中要职成为汪伟集团的第二号人物 有人说陈公伯当汉奸完全是为了报答汪精卫的知遇之恩 但是日军入侵的情况下,这个知遇之恩却显得微不足道 当汉奸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他自己抗战胜利后 陈公伯作为汪伟政权的第二号巨头被判处死刑 1946年6月被处决中年55岁尸体葬于上海市公墓 加几期应重 三秒 将军失用 三秒 夕 三秒